我们这个锅边糊用的这个嘎本 所谓的就是说我们用的锅嘎本 这个呢是地方的特色 这个呢在过去来讲呢 我们是用锅来做 现在呢我们就用饼撑就可以做了 我说一下它的原料 介绍它的原料 它是大米粉 头一天呢要发酵 头天晚上泡一宿 第二天呢稍微呢有一点点呢 发酵一点 完了以后呢我们打成米浆 这样呢我们再去用我们的饼撑给它摊薄 就做成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锅嘎本 再有呢就是配料 我们配料有紫菜 有虾干 有墨鱼干 有瘦肉 有葱瓜 有韭菜 调料呢有酱油 有胡椒粉 有猪大油 有盐 好了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呢 做这个锅边糊 好 我们开火 先煮骨头汤 好了 我们的骨头汤呢要吊上两个小时 把它的营养呢给煮出来 随后呢再把我们的虾干 还有墨鱼干一起煮 把它们的海鲜味煮出来 好了啊我们的骨头汤呢现在煮好了 现在我们的我们把汤和骨头呢先倒到盆中 关火 好把这汤呢倒到盆中备用 好了 好了我们重新呢把我们的高汤骨头汤盛到盆中 好了 好了 好了我们的锅呢 那么放在我们的火上 我们把火点把火点着 开始做锅边糊 好了 锅开以后我们把瘦肉放到我们的高汤里 然后我们把骨头放到我们的高汤里 改小火调口味 好了 少许的酱油 好了 我们把这个胡椒粉适量 还有咸盐 好了 适量的油 下边我把我们提前做好的这个米浆嘎盆 给它掰到这个锅里边 下火 我把那个油 用蒜 就可以了 完成 我们的换 身体 的是 硬 装 好 我们把葱花放进去 好 关火 我取一个碗 好了 把我们做好的锅面糊倒到碗里 最后放韭菜和紫菜 好了 把紫菜放在上面 好了 把韭菜放入碗中 具有福建特色的锅边糊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口味香浓 有福建特色的锅面糊